好,高師傅 Edmond 今天我們的靈異行街街 就來到何文田的愛媛村 其實主要是找我們來聽到一些個案 或者想問一些治療 都知道本身都是個暖漲崗墟 再加上有多少靈異事件發生 還有一些漂流 所以我們特意想來這裡 了解一下究竟這個原機究竟在哪裏 這座最多人選擇的一座 沒錯,其實就是在我們身後這一座 敦文樓 為什麼這麼多人跳樓呢? 原因是什麼呢? 跟風水沒有關係呢? 還有,我們會否可以跟風水來選擇呢? 不如先過去看看 這裡就是相傳最多跳樓的一座 為什麼呢? 這裡有特別風水問題嗎? 真是未知什麼問題發生了 因為這一區來講 其實這個 阿民村這裡 整個鶴文田區 都是受這個 北架山那個龍 和蜜龍的影響 都算不錯的地方 但這裡剛剛 它就是一個高山 還有那個 另外呢 那個小一點的那個山 叫什麼? 驚士柏山 中間的位置 破開了那個龍脈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破開了龍脈之後呢 這裡有些少影響了 變了這一邊呢 變了這一邊呢 有點煞 但是這一區來講呢 附近也是一些豪宅 有巴布區 有巴布區 所以其實 可能這麼巧 去這一座的大廈 有那個座向 有那個座向 都不足夠 所以待會要來看看 才會肯定 高師傅 我們來到這一帶 是 敦文樓這裡 是 看到這棵 有幾棵榕樹 千年 是的 這棵榕樹都幾大年紀 聽說榕樹這東西 招音比較重 會不會呢 其實是有這個 這方面的情況 是正確的 我覺得 但是會不會真的 剛剛這幾棵榕樹 在正確的大廈 人口前 這座大廈 這麼容易會引起 人們喜歡來這裡跳樓呢 因為剛才我們剛巧 就講問那個老街坊 我們問他為什麼 這一座會靈蛇多 他說是靈蛇多 但是他說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容易被人發現 跳下來被人看到 就是這個空地了 是的 但是 如果在他們最人居 多的坐的地方 跳下來更加人看到 是的 這個也不是太盛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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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 或者再研究一下 好 問問問人 姐 可不可以問你一點點東西 聊幾句而已 我們拿一些資料 因為這裡以前是經常有人跳樓的 這座 為什麼 知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多 不知道啊 這些東西 住了很多年 不是在這裡住的 是嗎 大約到來而已 為什麼坐坐不單選這座呢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東西 是啊 你怕不怕啊 或者這樣 就是經常聽到不會怕 他們多數是跳這邊下 還是跳那邊下 有時 超慢有時 我們這裡 這裡最多 在這裡是這邊空地下 還是那邊空地下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有時那邊 有時那邊 兩邊 是嗎 他不是在這裡住的 是大約到來的 哦 你們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 有沒有晚上 或者有時候 聽到那些怪聲 補靈精怪的 沒有 那幸好 有沒有做一些超渡的那些 就是幫我們 我們這裡 什麼 7月份 對 會會那些 哦 就是有做超渡的 漁蘭法會的 是做三天的那些 還是怎樣 哦 哦 是 都做單位都有 哦 哦 就好像做大戲那些 在一起 不是 就是請那些男父 那些人 打齋 回來打齋而已 年來都有 就是這個位了 就是 中度 哦 每年都有 年年都有 聽到都覺得恐怖 其實 聽到就有點害怕 是啊 有話不害怕就行 是啊 但是 像片 公視 在一起 他們 我們